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通过工作和上下搬回家就是生存 但接下来的故事 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沙漠 这些幸存者的故事 展现的生存并不简单 因为他们都是差点死掉的人 这次老王要讲的题目是 五位侥幸幸存下来的人类 肯尼亚一名男子被巨蟒缠住 并被拖上一棵树 人蛇纠缠数小时之久 这名男子上野人咬蛇得以逃生 在2009年4月26日 也就是复活前那一天 农场管理员本尼奥姆比 晚上外出 在走路时他的脚踏到一条软软的东西 他随即被缠绕住 原来那是一条四公尺长的非洲燕蟒蛇 蟒蛇缠绕住他的上半身 并把他带到一棵树上 他害怕被蛇吞死 就用衣服套在蛇的头上 他和蟒蛇就在树上缠斗很久 而且 他还用嘴咬蛇的尾巴 因为尾巴太硬 使他的嘴巴受伤流血 后来 他从口袋中找到手机 他立即拨号求救 他的老板陪同警察 赶到现场救援 警察不敢开枪 怕伤及农夫 他们就用绳索绑住人和蛇 把他们从树上拉下来 终于 把任何蛇分开 救了这个农夫 母熊两度攻击 人们常说 但难不死 必有后福 如果套用在这个人身上 那他的福气应该非常大 加拿大一位男子 奥尔 热情一早屠生到麦迪逊河谷 观察迷路终极时 巧遇带着小熊的母熊 没想到 母熊突然受性大发 朝他伸出熊爪 造成奥尔全身到处都是撕裂伤 最后 靠着炸死之旧 母熊离开后 全身伤的奥尔 小心的提升 拖着极为疼痛的身躯 准备返回车上 起了才走了约5 到10分钟 同一只母熊又出现攻击他 奥尔再度以守护警 并尽量将头 紧贴地面 母熊继续狂咬 奥尔发现真杂会让熊咬得更厉害 他便赶快又炸死 然而 熊突然停止了攻击 踩了他一会儿 见他没反应后离去 事发之后 该名男子还拍了影片上传去脸书 警告当地居民 及游客 千万注意安全 对于他而言 二战到1974年才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一个残酷的战争 夺去了超过6000万人的生命 这意味着这位日本士兵 小野天宽郎 幸存活下来的几率也不大 他日本帝国陆军的军官 小野天宽郎 由于不相信二战已经结束 他在一座菲律宾岛屿的丛林中 坚守岗位29年 虽然当时小野天 确实阅读了劝详用的传单 报纸 与家书 但他自行篇草书《世界观家》一解释 他认为 日本本土虽造美军占领 但日本 仍在满洲进行抗战 并相信援军终将来到 1974年 小野天宽郎 在丛林中遇到专程前来寻找他的热吉 自由探险家林木济夫 林木济夫告诉他 战争真的已经结束了 之后 已经52岁的小野天 身处已经破烂的日本军服 回到对他来说已经完全陌生的日本 并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逃生计 约翰·科尔德 是美国西部的一个传奇人物 1808年 他在密书里和 西里福克斯区 正和伙伴一起 用陷阱捕合离 其间他们不理劝告 拒绝向当地土族进攻 而受到袭击 一天 他们突然被黑角族战士包围 他的伙伴要逃 不幸被杀 科尔德则被拿来消遣 他被脱光衣服放生 成为供土族猎人追杀娱乐的猎物 他被带到大草原上 族人酋长 发出一声作战呼号 几百战士就紧紧赶猎杀他 科尔德忍着痛 拼命跑过带刺的杂木铃 朝着约6英里以外的绝肥迅河跑去 把追逐者都抛在后面 只有一个拿着长矛的无法摆脱 最后 科尔德转过身 和他搏斗 夺了他的长矛 把他杀死 然后跳进寒冷的绝肥迅河 躲在一堆木材下面 到了晚上迅流而下 逃之夭夭 大长症 斯拉霍米尔拉维奇 本人2006年病逝 享年90岁 他是一位波兰的军官 被囚禁在西伯利亚集中营 在西伯利亚荒野深处逃脱 是可能的 但生存 是不可能的 因为离安全区有多么遥远 然而 拉维奇在1911年的暴风雪期间 让他从西伯利亚集中营逃亡 此外 他穿过了西伯利亚森林 隔壁沙漠 和喜马拉雅沙漫徒步 也穿越了最险恶的环境 并逃到了印度 总的来说 路程长达6500公里 终于能奔向自由 好莱坞认为这故事令人难以置信 并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另外 The Way Back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来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也别忘记按下小铃铛 还有追踪老王的Instagram哦